聽說這次的主題叫做隔離生活 你們懂隔離嗎? 好,我知道你們都不懂 我就拿這次疫情提倡的居家隔離 來講隔離到底有多少好處 然後這些好處的條件是什麼? 那要實施居家隔離 就是要顯示一定程度的感染者 但它沒有限制是要到什麼程度 所以要符合條件就是要先自認識感染者 那它的限制是14天內都不能外出 你只要外出就罰你100萬 就是罰你送進勞改營 這聽起來很恐怖對吧? 但我跟你們說 那是因為你們只看到後面會送進勞改營的部分 什麼? 就只有注意前面的幾百萬 那你們自己算 他們看你14天100萬的罰款 100萬除以14 71428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你在這14天 每天都有7萬的產值 7萬 我一個國中生一天就能有7萬 我跟你們講隔離完 我就可以去跟老師還有班上同學訓要 說我還沒出社會就有70K的產值 然後他們還會對你監測 衛生機關每天都會追蹤電話兩次 還有手機監控 你們知道他們為什麼要監測你嗎? 因為國家認為你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物 你的存在可以影響很多人 所以國家機關為了減少你的影響力 避免你浪費產值 才對你實施監測 再來 他會要求我們 請洗手 戴口罩 然後 與人距離1公尺 並免任何接觸 你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這麼要求我們 避免與人接觸嗎? 因為我們是一個高社會地位 有影響力的人 在這貧富差距的社會 我們盡量避免與庶民接觸 免得降低我們的數值 最後簡單來說 這14天待好還會頒發補償金給我們 所以這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這14天 不但提高了自己的產值 還有獎金可以拿 最後我想說的是 身體不舒服就好好的單單夾吧